大家好,志通道合格领导,各位来宾,早上好! 我是博弈夏,一个卖巧克力领导商。 我给大家讲,就是说,今天2014年下半年,我才接受这个巧克力。 当时接受的时候,这个冷篷里面凶事已经这么大了。 我就让一个种植物在这个冷篷里面,巧克力与这个国内一个知名的水中肺做得比。 咱们也不说那个水中肺具体是那个厂家的。 它这个做得比以后,这个一目的地篷,就是半目有了咱们巧克力,那半目有了咱们国内知名的水中肺。 用了以后,那个种植物,后来那个找到我。 他卖熊市的时候,就最后一次充飞,卖熊市的时候找到我。 他说,做对比以后,这个熊市比那个,那半,那半目熊市长得个儿也大。 颜色也好看,它那个也好吃,就是说吃的时候,你一吃也比那个好吃。 所以说,增长了我的信心,卖巧克力的信心。 后来这个农安棚也是熊市,农安棚比冷酷中之晚。 它那个农安棚里面,它那个我们做实际的那个熊市才长高。 去了以后呗,让他做了有二分地嘛。 一开始做,一长势,就比那个农安棚的效果好。 他这样去用了三次巧克力,他这个熊市,在那个整个, 我们那个地方,做实际上的地方,有二十多个农安棚,都让我们看了。 看了以后,确实有效果。 所以说,2015年,我有很大信心,把这个巧克力摆好,让农民增充。 谢谢。